欧乌战火持续延烧 日本也对俄罗斯加强制裁力道 日本政府从5月12号开始 就不再向俄国企业进行新投资 而向来依赖俄国能源的欧盟会员国 究竟是否禁运俄国石油 恐怕得看匈牙利脸色 不止匈牙利总理态度坚定 外交部长希尔雅托也在日前表示 要是欧盟禁运俄国石油 得至少豁免石油透过管线输送 否则将重创匈牙利经济 而随着日前普丁寄出 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这招 导致欧洲多家天然气进口商 悄悄开设卢布账号 看准全球很难断开俄国能源 普丁这回再祭出新一波 反制裁措施 不光如此波兰段的天然气管线 Europa Gas也在普丁的黑名单里 零零总总30多家大多属于能源公司 而且据点遍及欧洲 美国以及新加坡 面对临国芬兰加入北约孔城定局 俄国政府也扬言最快13号就会中断对芬兰的天然气供应 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制裁 俄国也掐住欧盟的能源软肋 寄出暴富 三里新闻 李立涵报导